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美麗頒獎的頻道 三個月前,我拍了一條片,是講可白和新何太 現在他們有新的名稱了 我當然要跟大隊稱呼他們為咸白和何馬 我這一集主要是想講一講,為什麼這麼多人不喜歡何馬呢? 在未認識何馬之前,咸白是一個76歲已經退休人士 而本身的太太就已經過身了 當時,咸白每天就去報紙檔和街坊聊聊天,在那裡打等 他在這長時間在街市的報紙檔,為什麼呢? 沒有其他事要做,已經退休了 咸白認識何馬,只是短短一個多月,馬上跟他結婚 之後,咸白就像膠水那樣貼著何馬 我嘗試從咸白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即是說,如果我本身76歲,老婆已經不在了 突然間,有個小自己三十多年的女人,接近我 說可以做我契女,或者做我老婆都可以 那當然選擇做老婆了,是不是? 身邊有個盤,那當然好 身邊有少少錢,買東西給未來老婆和她開心 OK,是不是? 結婚之後,老婆說想拿一百萬,搞小生意做飲食業 之後的拿不到四百五十萬事件,當然是成中熱話 我們在這一集就不會說的 我們現在說回正題,為什麼這麼多人不喜歡何馬呢? 本身何馬是來自大陸,她在街市擺檔 但經常跟別人說有沒有好男人介紹給她 何馬認識了何馬之後,當然也會互相拿料 問問對方家裡有什麼人,或者問問有多少身家 雖然我是不認識鹹白本人,不過感覺看她的直播 她也是那些老人家要認爛,得嘴巴的人 以一個普通女性去想 如果自己要找一個男朋友或老公 我應該找一個跟我年紀相約,或者大約是十年之內 因為如果年齡相差太大,其實根本大家是沒有共同話題的 另外還有一個生活習慣 大家看看昨天,鹹白和何馬的直播 鹹白4時多起床,但何馬平時是早上11時多才起床 鹹白每個小時都是報時,想去叫醒何馬 但何馬當然不理你,她當然想睡到自然醒 但老人家很早就起床,你叫她去睡,她也睡不到那麼久 另外,鹹白已經退休了 對她來說,其實她是休災游災的生活 因為已經退休了 但何馬現在只是四十幾歲,難道這麼快又過退休生活嗎? 何馬在街市認識了鹹白 即使大家的年紀相差三十幾歲,她也覺得可以接受 我的想法,我想和大家差不多了,即是很細軸的眼光 如果大家的年紀相差三十幾歲,究竟何馬喜歡鹹白些什麼呢? 難道真的貪可白帥?或者貪她可以一天五次?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何馬是為了貪錢才會和鹹白在一起 其實,想找一個在生活上可以照顧自己的老公 這一點是沒錯的,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 但我覺得,何馬太過急進,太過飛琴大咬了 一開始就已經要一百萬,來開飲食的小生意 所以在一般觀眾的心目中,覺得何馬就破壞了本身的鹹白那一家和諧 原本的鹹白是可以安享萬年的,但現在就搞到她和子女的關係很差 之前也說過,何馬是來自大陸 你如果在大陸住慣的話,你會覺得香港的房子很小 如果是公屋的話就更加小了 但其實,何馬是在說真話,這是真話來的 因為我也有很多大陸的朋友,他們居住的環境比香港大很多 但香港寸金赤土,香港整個面積有九成是山來的 所以平地的地方是很少 所以如果分配到公屋,香港人其實覺得很開心 但何馬就嚴根公屋小,嚴三嚴四 我們看到當然覺得很生氣 即是覺得她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香港,其實也有很多中是老夫少妻的情況 但為何我們只是注視鹹白和何馬呢? 因為其他人並不是靠社交平台來賺食 但鹹白和何馬就在抖音和微信開直播 結果是被人瘋狂地投訴,就開不了了 現在他們轉在Youtube直播了 但何馬說捐款給無國價醫生這裏 當然也有一個很大的風波 因為最初她就說捐款給無國價醫生 但後來就說捐少少 到最後就說一點都不捐,留給自己用 當然以我們的道德標準來說 你自己說會捐款 即是當日打賞會捐款的話 如果說了就要做 否則失信於人,言而無信 我和大家簡單地說說 Youtuber收到的打賞 如果是收到100元打賞的話 Youtuber是會收到65% 即是65元的 如果這個打賞在9月內發生的 那它就會在9月尾截數 跟著就是10月的21至26號 就會收到款項的了 但每個月的月尾截數的時候 那就要看一個款項 夠不夠港幣800元 如果不夠的話 它在下個月是不會發放的 何馬當日開直播的時候 是好像收到2000多元打賞的 那將2000多元剩下65% 就是它應該要捐給無國價醫生的款項 如果在10月26日之後 它可以提供到一張捐款給無國價醫生的收條 那當然這件事就OK了 如果到時它什麼都不捐款的話 大家只會覺得它大言不慘 而近來看鹹白和何馬直播 簡直就好像看電影一樣 好像他們有些劇本寫出來 我對他們的劇本就沒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都寫得很差 但無論如何都好 有時我見到 何馬對鹹白的態度是很差的 是一點都不寬容 那我就覺得 如果娶老婆回來 每天都黑口黑面 那些態度又那麼衰 呼呼喉喉 那要老婆來做什麼呢 雖然我都明白 一個月打一個月捱嘛 我也不知道這場鬧劇 幾次才會完 或者可能會一直繼續下去 我就希望何馬不要再順口癡黃 各位 今集話聊天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在這一集 我跟大家說了很多四字詞語 大家喜不喜歡聽呢 大家可以留言給我 大家訂閱了我的頻道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請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或者把我的頻道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